你所不知道的抗窝名将七济光 1. 七济光是山东登州人 齐先祖七祥曾任朱元璋亲兵 后来七祥随赋有得蓝玉远征云南时阵亡 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武职名为将军 也因此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七济光16岁时继承祖上的职位任登州为指挥千世 2. 七济光在浙江任职期间 发现猥琐的将士作战能力一般 而金华义乌的民众比较彪悍 于是七济光前往招募了3000人 在七济光的训练下将其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 透称七家军 3. 家境40年 七济光率领七家军在浙江泰州附近的 新河 花街 长沙等地连续13次击败倭寇 仅花街一战就歼灭倭寇5500多人 而七家军仅阵亡20余人使称泰州大姐 七济光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围祸多年的窝患 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南窝北鲁是长期危及大明江山设计的两大问题 七济光等人消灭了南部窝口之后 又被调往北边防御蒙古不足 七济光又在北方抗击蒙古内犯十余年 保障了北部疆域的安全 5. 七济光的七子王室出自将门狐女 因此 七济光十分怕老婆 军队里也众所周知 有一次七济光架不住部下的怂恿 冲入家里想用利剑吓唬一下七子以振服刚 当时七子王室午睡刚醒 立马怒吼 你拿着宝剑想要干什么 七济光吓得浑身哆嗦 宝剑掉地 匆忙应答 我想给夫人杀只鸡吃 6. 七济光的七子王室通晓军事 开州之战 王室与七家军的家眷都在新河城 守军很少 这时大批倭寇包围了小小的新河城 情势危急之下 王室动员城中女人 孩子 穿上七家军的军服 大大方方的猎鱼城上 城外的倭寇看见城墙上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兵士 以为七家军的主力部队在城中 立刻下的扭头后撤 王室上演了一部现实版的空城计 7. 七济光在与沃寇作战时 发现鸟冲与佛朗机使用起来缺点很大 鸟冲虽然精准 但是杀伤力太弱 而佛朗机虽然杀伤力大 但非常笨重 无力于扛行 于是七济光发明创造了普敦炮 普敦炮比鸟冲杀伤力大 又比佛朗机轻便于携带 与同时期欧洲炮相比更为先进 8. 七济光斩子 据先由县制记载 一次约三千名倭寇准备去临海一带抢劫 七济光命令其子七印 领兵在临海一带埋伏 自己则出兵扬拜 把倭寇引到包围圈后 前后夹击一举全坚 然而七印年轻气盛 交战心切 没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 就下令杀敌 以致部分倭寇逃脱 七济光回营后 因七印未案军令行事 将他推出去斩首 七济光斩子的故事被广为流传 民间艺术家们将此事改编成 敏剧 琴枪等戏曲广为传唱 9. 万历十年 内阁首府张居正病逝后 七济光受到朝中大臣弹劾 罢免回乡 到了晚年 七济光得了肺病 七子王室也带着财物 离开了七济光 久病不遇 再加上贫困交加 于万历十六年 七济光病死于家中 十年六十一岁